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晋南部朝的小说呢 我们准备讲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讲魏晋南部朝小说的概况 就是小说的起源和魏晋南部朝小说的兴盛 接下来呢 我们分两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方面内容的情况 一个是自人小说 一个是自怪小说 自怪小说的最有名的代表是《收神迹》 自人小说的代表是刘以清的《试作新语》 下面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就是魏晋南部朝小说的情况 小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我们很多同学看过后队的小说 《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 大家都看过 我们也看过《聊才之一》 我们甚至一些同学看过《金平梅》 这个小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小说很有吸引力的 那么我们中国最早的小说 我们呢 要给它进行到溯源 就是中国 大家看看屏幕上面 中国古典小说的溯源 中国最早的小说呢 可以溯源到古典的神话和历史传说 我们上个学期给大家讲过古典神话 给大家讲过历史传说 这个就是小说的起源 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 历史传说呢 虽然有现实人物唯一根据 也往往图上神移的色彩 他们是我国自怪小说的一个源头 源头 我国先情古迹当中 保存神话最多的一部书 是《三海经》 还有一部书叫《摩天子传》当中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那么另外 我国先情的史书 如《祖传》 《国语》 《战国彻》里面呢 都具体继续人们的言行 人们的言行 你像先情的子书里面 如《论语》 《孟子》 《庄子》等 也杂有不少祭司的成分 写出了一些思想家 及其门徒的言论行动 他们都对未经以后 记录落的人物所思的小说 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 这个是我们小说的起源 这个是我们小说的起源 最早的小说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着重介绍一下 先介绍一下自怪小说吧 好不好 自怪小说 自怪小说 那么未经南部兆时期 自怪小说的大量产生的 是由其现实的社会原因的 现实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是和当时的 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 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 未经南部兆时期呢 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平人 那么宗教迷信呢 最容易传播 扶袖的四座阶级 不敢正视现实 盲想 羽化登仙 勇士享乐 他们都信神仙 盗所指示 因为我们中国有个传统的神仙 神仙说 神仙 大家都希望 尤其是一个人有了权势以后 一个人有了钱费以后啊 他希望永享富贵 永享这份享乐的生活 因此产生了神仙的说法 神仙呢可以让人长命 不单是长命百岁 甚至长命千岁 因此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 他希望的羽化登仙 永世享乐 有的呢 有信仰佛教 寻求精神上的麻醉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有一个外面传经类的教 叫佛教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人们 雷似的一种想识 雷似的一种事情 雷似的 像这一辈子 我们大家能够很安静的 做这些大学课堂里面学习 那因为是前一辈子做了好事 你如果继续 这一辈子继续做好事的话 下一辈子还可以 继续的 过着比较好的生活 因此很多人呢 讲佛教 是不是啊 我们鲁师道三教 鲁教讲究奋斗 鲁教讲究奋斗 一个人不奋斗啊 我们大家就没有办法前进 奋斗 道教呢 讲究呢 顺应自然 讲究长生 行仙教就长生 那么佛教呢 讲究雷势 讲究雷势 很多讲究雷势的呢 他也会产生很多的故事 劳动人民呢 渴求摆脱贫困 饥饿和死亡 那么在封建阶级的愚弄下面呢 也往往把寻求安宁 幸福的希望呢 寄托这不现实的 神的佛佑上至上 那么社会上面 宗教迷信思想因此盛行 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 另外一个方面呢 广大人民 这几段困难的生活里面 也运用各种方式 想压迫 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呢 展开英勇的斗争 他们常常 把强烈的 反抗意识的 对和对理想的追求 通过大胆的幻想 借助于神仙故事 确实地表现出来 那么自怪小说当中呢 有不少的思想内容 及其健康的作品 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加工 为今南部朝 自怪的小说啊 数量是非常多的 数量是最多的 那么现在保存下来 完整的呢 上游三十多种 那么干保的收神迹啊 就是其中成就最高 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 这一类小说的代表 自怪小说 大家注意自怪小说 大家注意自怪小说 我们今天的书 可以分四部 金、死、子、劫 我给大家出一个小问题 自怪小说所谓哪一部 自怪小说所谓哪一部 经是子结 经、经书 从六经五经 九经十三经这个经书 经很简单 史 历史小说 历史 子 思想教的东西 截部是文人写的诗文 都是截部 应该是谁哪一部 大家看看 截不是的 截是诗文 诗跟文叫截 经也不是 经因为很简单 诗书里约也春秋 画开了以后的几部 这个叫截 那么我们排除掉 一前一后 这剩下死跟 死跟子两部了 应该说哪一部 告诉大家 非常有意思的是 自怪小说所谓死部 自人小说所谓死部 自怪小说所谓死部 自人小说所谓死部 但是我们今天用起来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往往把自怪小说里面产生了奇奇怪怪的故事啊 看成子部 往往容易这样子 因为小说这种人们想象出来的 但是古人呢 我们中国的古人很迷信 他认为自怪的事情往往都真的 因为人们不理解 社会上产生的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他把自怪小说的看成死部 而把自人小说的看成子部 这个是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这样 今天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 比方说 哪里出现了一条大蛇 钻在树里面 有人拿了把句子去把这个树聚开的时候 里面的鲜血淋漓啊 这个这个这个树里面躲藏着一条很大的蛇 但是古人认为这是真的 这是自怪小说 是不是啊 很多树里面产生了一个精灵 很多 你想我们这个这个小说啊 我们近现代的短篇小说很有名的是 补松林的了哉自义 是吧 你说补松林了哉自义 应该说是哪一步啊 这个是我们以后讨论的问题 这个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啊 甘报搜神迹啊 古代是还为死部的 而刘宜钦的试着信誉呢 还为止部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 古代的文学当中 往往把刘宜钦的试着信誉 作为准死部 准死料 准死料来用的 你像我们讲到王岛的故事 讲到曹操的故事 讲到什么故事 我们也引到刘宜钦的 《四周心语》里面的事情 大家认为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于生活 但是那个词得明明确确的把这个 明明白白的把这个词为准死部里看的 这个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一件事情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自怪小说 自怪小说当中的优秀作品啊 可能是民间故事 他们虽然也染上了神怡的色彩 使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 但是思想倾向却是以前者根本对立的 《搜神记》当中有一个故事叫三王牧 即一个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熊丝两剑以后 被楚王杀死 其儿子撤为父报仇的故事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不仅揭露了封坚暴君残黑人民的血腥的罪行 而且突出的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 在这篇小说里面 有一个三中行客 见以勇为 自我牺牲 为彻报仇的豪侠子气 也体现了劳动人民 在反抗压迫的斗争当中的团结友爱 啊 团结友爱 劳动人民的善良 勇敢 乐于助人 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自怪小说当中也有动人的表现 你比方说 有一篇小说叫李济 他写了穷苦的女孩子李济 冒着生命的危险 砍色大蛇的故事 李济的形象呢 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 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暴和无能 这是两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我们作品学里也选的 反映封建婚宴制度下面 男女青年为争取爱情的幸福而斗争的故事 可以紫月韩虫为代表 紫月韩虫这篇小说为代表 这篇小说呢 叙说吴王小女紫月和童子韩虫相爱 私定终身 吴王不许 紫月奋恨而死 后来韩虫在墓前痛苦 紫月的灵魂出现 和他在梦中就为夫妇 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真 写出了封建时代 亲女男女 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 我们先看《搜神记》里面的故事 先看一个《三王墓》 这里面选了很多的故事啊 我们选的小说 我们作品选的小说 大家好好可以看一下 有些同学在这方面 以后想继续能够有所研究的话 可以把《搜神记》买一本 搜神记里 我们现在介绍买一本 价格也不贵 网上买也不贵 大家可以买一本来看看 搜神记里都讲些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继续研究 大家看看《三王墓》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里面 把这个小说也给编了 也给编了 鲁迅先生《三王墓》专门给编了 这样子一个故事 除甘家莫写为除王作剑 三年乃臣 王怒与沙子 剑又雄痴 其器重生当产 赋予其约 吾为王作剑三年乃臣 王怒枉必杀我 如若生子是难 大 告子曰 出户望南山 松胜时尚 见这其辈 于是 即将吃贱 王贱处王 王大怒 施相子 见有二 一雄一尺 雄雷 吃雷雄不雷 王怒 就杀子 这是第一段 故事一共分成三段 大家看看 楚甘家莫写为楚王作剑 甘家莫写 甘家 我们杭州边上一座山叫什么山啊 大家想想 莫甘山 莫甘山的雷游就是 莫写甘家 莫写甘家 我们 这一代地方啊 那个时候 最有名的就是筑箭 这个箭做得特别好 我们今天到博物馆里去看 有时候 无王富财子箭 有王勾箭子箭 这个箭到现在为止 过了那么多年啊 这个箭还是拔出来 还是锋利无比 是吧 我们这一代的筑箭的技术非常好 非常好 到了南宋的时候 星期节 写词很有名的一个爱国词人 星期节 他词里面写调 把吴沟看了 栏杆拍扁 无人会 登陵 吴沟 吴沟 吴沟就是我们无地的刀剑 把吴沟看了 吴沟就是我们无地 我给大家上课讲过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无地 就吴国的地方 吴国柱的刀剑 是全国最好的 最好的 但是那个地方 吴已经被约灭掉了 约已经被楚灭掉了 所以变成楚地 大家看看楚地 所以楚干将木邪为楚王做剑 干将木邪是楚国人 楚王命令你给我造一把剑 造了几年啊 造了几年大家看看 这个山 古人的山用什么字来 山就是多 我跟大家讲过 三六九 十二十八 三十六七十二 一百零八 都是多的意思 就是楚干将木邪为楚王做剑 那么多年才把它造成 这个楚王心里也太着急了一点 是不是 你用这把好剑 最好明天就给我 没有那么快的 它也造了很多年 这个剑 这个造剑的技术 这个造剑的过程 有时候也是 它要选取很好的钢层 它要里面有很多的配料 它有很多 恐怕还有很多人的协作而成 造了多年 王怒与沙子 楚干将木邪为楚王做剑 几年才成 做了好几年才做成 楚王怒与沙子 你怎么 你怎么 对我的这些 我的指示啊 太不坚决 想造一把好剑 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剑有刺熊 剑有刺熊 剑呢 两把剑 一把是熊剑 一把是痴剑 痴剑 琪琪重圣当产 她的夫人 要生孩子了 要生孩子了 一般人认为 干将是男的 墨写是女的 这里面有那个琪琪 琪夫两子 夫与其约 吾为王做剑 三年乃成 我为王做剑 做了好几年啊 做剑 做了好几年才做成 王怒 王必杀我 因为吹了好几次了 这个王显示说 非常的不内反 杀我 如若生子是难 大 告子曰 出户望南山 松胜舌上 见在其背 假如 你生了四个男子 那么你要 长大等 把他养大 养大了以后 你得告诉他说 你告诉他 十三个字 出户望南山 松胜舌上 见在其背 你出了门 朝南面望 有一棵松 有一棵松树 长在舌头上面 剑 就在他的背面 背面 于是 就将施剑 往剑 出王 带了施剑 去剑 出王 王大怒 施向子 王非常生气 叫你做一把剑 叫你做两把剑 做了那么长时间 你才来 来了之后 又只带了一把 并且叫内耗的人 看一下 这个吃熊剑 你拿了吃的 熊都没有拿的 这个事情麻烦 一熊一次 吃的熊不的 王弄就杀子 把他杀掉了 把这个铸剑的人杀掉了 古代的人 真的是有时候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杀掉了 你就两把剑带去 有些同学说 会不会杀呢 也要杀掉 为什么 你给我的这两把剑最好的 我不希望你对给其他人 造成更好的剑 也要把你杀掉 也要把你杀掉 你两把剑带去他也杀了 也杀了 因为我剩下这两把剑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 是不是 我们继续看书 某些子明彻 彼后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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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就是极字 等到 等到他后来长大以后 那问其某约 无腹安正 问他的父亲说 我的爸爸哪儿去了 我的父亲哪儿去了 某约 如父为楚王作戒 三年乃成 王怒杀子 他把故事讲给他听了 我们接到了楚王的命令 为楚王造剑 造了很多年才造成 王怒杀掉了 须是做我 于如子 初故望南山 松生时尚 见在其背 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 你这样一个亚迷 告诉你一句亚语 迷语 就是 于如子 就告诉你的儿子 初故望南山 松生时尚 见在其背 于是子 初乎南望 不见有山 这个儿子出门啊 出了南门以后 望南面 结果南面没有山 没有山 但见堂前松柱下十笛子上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古代 我们系的农村的房子 有时候也这样子的 南面前面 往往是有两个柱子 这个窝檐下面啊 它有两块石头 石头上面顶着个梁 往往是这样子的 这个房梁啊 往往是顶着这里的 你们农村里看到过没有 下面一个石头是墩 或者圆的 或者方的 或者圆的 用房子那个水上来 是不是啊 石头上面呢 放了一根柱子 木头的 木头的 农村里简单一点 它就是松树柱的 松树柱的 是不是啊 下面一个圆圆的 上面两根柱子 是不是啊 单独堂前松柱下十笛子上 啊 堂前有个松树的柱子 放在十笛子上 这一箭破其背 的箭 这一覆破其背 拿来把斧头 把这个树啊 砍开 把这个柱子砍开 结果果然得到了一把箭 它这个箭藏在哪里呢 藏在这个柱子里面 啊 柱子里面 谁都想不到 藏在柱子里面 得箭 得到了这把箭 日夜四月爆楚王 啊 日夜四月爆楚王 天天想着 这个楚王杀了我的父亲 我要把楚王杀掉 啊 楚王杀掉 我切的感到 就会说 快点 感谢观看